咖啡 最近呢 剛好在看韓劇 읽習山 起立山 那就來跟大家聊聊 韩国人的全民运动 登山 登山 韩国跟台湾很类似 一样都是山脉连绵 山地的面积占了总国土面积的65% 根据2019年的抽样调查 有62%的成年人表示 至少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的登山 或是践行活动 像我们的男媳妇 在台湾也是常常在登山 都去西头爬到天文台 泡茶交朋友 那运动种类这么多 为什么韩国人偏偏选个登山 作为全民运动呢 有几个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首先是交通便利性 在其他的国家或是台湾 你可能要爬个山 你要开车出门花上几个钟头才能到达目的地 但是在韩国啊 或者说在首尔可就不一样了哦 你搭个地铁 走出来出口旁 可能就是个登山路口了 所以啊 不得不说 交通的便利性呢 让登山这个活动 早已经融入了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了哦 所以周末不管在哪里 总是可以看到被狗包包 手拿登山杖的人哦 再来是登山的难易度适中 之前呢在谈济州岛的影片时就有介绍过 韩国的最高峰就是济州岛的汉拿山哦 高度呢 大概只有台湾最高峰御山的一半左右 也代表了 韩国的山呢 普遍高度都不是这么的高 相对带来的好处呢 就是大多数的登山路线 是一般人也能够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哦 这样的登山 可以让所有人都依照自己的能力啊 体验到登山的乐趣还有成就感哦 所以啊 自然就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 那当然也有比较困难的登山路线 比如哈拉山 少落山 以及吉里山 如果啊 想要挑战攀爬 这三座山的最高峰的话 必须呢 事前向国家公园申请入山 以及山屋住宿哦 那这些比较困难的路线 究竟有多困难 躲躲翘 大家看一看现在热播的韩剧 吉里山 就可以略知一二哦 第三是气候分明 要被称为全民运动 代表要一年365天都能进行 而不论你的喜好 是比较高强度的登山 还是比较轻便的践行呢 对于韩国的气候分明 我个人的八字感想是 春雨 夏季 秋风 冬雪 让所有的客人们 不论是在哪一个季节路山 都能大饱眼福 得到身心灵的放松 自然就能吸引生活压力爆棚的韩国人咯 要不然哪能算得上是全民运动对吧 最后呢就是美食了 这个也算是登山路线中的一环啦 通常简单点就是被包里带些自己喜欢的零食 比如老一辈喜欢的小黄瓜 像我们就是喜欢喝茶喝咖啡 特别是在空气好的地方 真的比在都市里要好喝许多 而下山之后 其实才是整个登山活动的高潮啊 哈哈哈哈 在这些山的路口附近 或是山脚下啊 通常都会有一些美食店家哦 比如百叔之类的滋补餐 因为登山之后身体累肚子饿 心情放松 正是好好享用这些滋补品的タイミング 再配上韩国人最爱的酒 真的是快乐四神仙啊 那到这里结束呢 就完美的诠释了全民运动登山的精髓哦 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那我相信你亲自爬一趟就能体会咯 正因为爬山对韩国人来说 是件很生活化的事情 所以最近节目 也谈到公司老板或是上司 会在周末约员工们一起爬山啊 讲得好听点呢 目的是要增进彼此的认识 提高团队的向心力 增加团队的默契啦 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是千百个不愿意 好好的一个周末假日 还要去伴游 而且没有得韩扣的哦 你敢不去试看看 之后不止老板跟上司把你当作空气一样 还会被同事们排挤 这种文化各位觉得怎么样呢 另外还有一些企业 连面试都是用登山的方式来进行哦 你就跟面试官走一趟 藉由你的反应跟互动来决定录不录取哦 所以各位对于登山这个全民运动 是不是有更多体会了呢 其实啊 现在在这个疫情的环境之下呢 走进大自然 也是个减轻压力 放松心情 提高免疫力的好方法哦 最后收尾 再配个美食好酒 可不是美好的一天吗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安洋 安洋